那我们来到了老鼠宫,说子宫就不太好了 那我们三个星宿,每当这个子午某有的时候,就三个星宿 而其他的地方,陈虚丑位,隐身四害,就两个 那首先是女土福,当然了前面有个牛,就是牛郎跟织女 但是这两个星星并不是主星,它的主星不是牛郎和织女 而是在这个扇形的,这个三角形当中的区域 一个星它分为很多个星官,有象征着人物的,有机械的,甚至有事件的 有这个一些建筑等等,很多东西 中国的这个星宿啊,包罗万象,不像西方的那些 要么人,要么树,要么一个东西,没什么联系 那他们在7月7日的时候呢,就会在另一个地方 那个亮星,作为一个桥 在夏季,当然也是秋季,一个大三角 这三个星,非常亮,一个牛郎,一个织女,一个桥 那个雀桥会呢,就在银河的那个地方 那银河带呢,就现在天文学,说是一个物状星云 这个地方的星星会非常多 只不过肉眼看不见,都雾化了 那牛郎之女的故事呢,越好越坏 我们都不再多说了,这个大家都熟悉 其次呢,说这个虚日蜀,这个就在子的位置正宫了 正中间,说天开于子 可见虚,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东之一样生万物,从石起 那所谓的这个奇门遁甲啊,什么的 因为他在天干属于甲,这个子的地支 顿的就是这个地方 那他一不顿了,一要出来了 这个人就很累,就要做大事了 不得不如此 即使说他傻瓜也好怎么样 那个时代轮到他这样,那他就在做 前面这个女土福呢,还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这个如来他们讲经的时候 然后女土福听得很入神,放了个屁 他那个护法 一个鹰呢 就大鹏,就把他脑门一啄 就啄死了 然后呢,一到韩光闪现 他就去哪儿呢,下戒了 投胎,变成了秦桧的夫人 那这个呢,他杀人长命,他也要下去 这是《岳飞传》里边的记载 他就变成岳飞 结果报了在天上的这个仇 所以你轻易放屁都不行 在天上 那你杀人更不行 该报得报 即使你是英雄 你也是有原因的 去世也有不得你 那简单说说吧 这个,虚实鼠 主要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威月燕 威月燕呢 就是,这个时候可见非常危险 他是在玄武的尾巴了 这个地方象征着打仗 经常的,他是善后工作 那包括人世间的所有事 善后,那个人要承担大任的 而且非常凶险 这个,现在我们生活中也经常有这种人 那没办法,就是这个命 那还有呢,就是他一些新官呢 代表着建筑啊等等 反正也都是危险的 这一类呢,就归入这个 我们起名字都非常有讲究的 这些地方,你看为什么叫虚呢 这个地方行情非常少 就是如此 女素呢,心灵手巧勤快 但对稀小的事,他过于稀之门 我先让他处理 就能处理 我先让他处理